今天来看Java怎么样开发视窗的环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认识AWT 实际上AWT是 Ubstract Window in Toolkit 的缩写 主要也是利用AWT 的套件 来做Windows的视窗环境开发 我们在VB环境里面 你会发现很方便 但是在Java里面 你要做一个Windows的开发 实际上很多元件是必须要自己去制定的 不像说在VB的环境里面 你直接可以点某一个控制项 就可以用拖拉的方式可以产生 在Java里面 我们就必须用AWT 那再设定一些 比如说我们今天最简单 像这边有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里面 这个Sample里面的第一个 前面都一样 你必须要先载入 载入什么 Import一个Java.AWT 后面是所有的 也就是说在AWT里面 它包含了比如像这个Frame Frame有点类似在VB里面 类似像Fone一样 就是表单 那Label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标签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我载入的话 等于是说所有的 比如说包含Fone、Label或者是Button等等的 相关的 你在控制项 在VB里面的控制项里面 有的通通类似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就是 首先 我们建立一个Class 这个Class我们叫APP17底线1 那宣告的话 我们就先 在这边先宣告什么的 宣告一个这个Frame 那这个Frame 给它一个实作的名称 就是FRM 那New一个这个Frame里面刮虎后面加的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这个Frame的Title 也就是说我上面的名称要叫什么 那这个有点类似 就是在那个VB.NET 里面的那个有个属性叫TES 或者在VB.NET 里面叫Caption 就是说它的那个 那在这个Java里面的叫叫做Title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Label我们加进来 上面有文字嘛 我们要叫什么文字 就在这个地方实作的时候 你要产生这个 这个物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接下来的话呢 进入到Man里面 Man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针对这个Frame里面 第一个我们的Set Size 这个所谓Set Size就是说呢 我们要设定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宽是多少呢 200 也就是说从这边宽200 然后高150 再类似像这样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Frame 就是一个类似像Fone的一个东西 并且设定它的什么呢 Background SetBackground 有点类似像那个属性 那属性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Color.Yellow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利用Color.Yellow这个方法 产生一个颜色 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Set Location 这个所谓location 就是说 我们如果Set Size这个地方 没有Set Location的话 你可以把它mark掉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坐标在这里 所以呢 我必须要让它 那位置要变更的话 location 我可以让它大概在这个位置 的地方产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直接 会在这个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我要在里面 加入一个什么呢 Label 那必须用一个方法叫Add 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最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它的预设的Visible 是不会产生 所以你没有加这一行的话呢 它就不会秀出来 最后必须要用什么呢 Visible 等于Visible 点 Set Visible 里面给它一个True 这样它就秀出来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的程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假设说我们已经撰写完之后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 我们要的一个这个 Fram 那这个Fram的话呢 它就会按照我们放的方式 我们大小宽 这个宽度的话呢 就会是从 这边到这边是200 那这边到这边是150 150、200 那它刚刚出现的位置 就是从这边XO 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 刚好就是 这个第一个就是X250 那这边到这边就250 那最后就加入一个Label 在这里 因为我们没有针对Label的颜色 去做改变 所以呢 它的颜色就会是 只是跟背景一样的颜色 那最后把它秀出来 把它秀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试试看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 这个 elements 然后来看